好,大家好,今天带大家看一下曼城的天水围 核心的外围,是曼城的轻铁站最后一个站的了 就不是很远的,坐轻铁40分钟,但开车都是20多分钟而已 但有多便宜呢,就是100万港元 在香港卖个车位都不够的价钱呢 在曼城天水围就可以买一间半独立屋了 两房两厅,还有个大花圆 再加上一个无敌草地美景 都是100万港元而已,大家看一下啦 好了,之前带大家看中产区,富豪区 现在看平民区啦,这里叫Volster 很明显这里没有那里那么正的了 周围都零零落落很多的 地下呢,路都烂点的,又山晒青苔这样的 路都烂很多 我们在Rainy Rochdale 这个房子是100,000 现在是100万港元 现在是100万港元 你可看到,是一个检测的房子 你可看到,是一个检测的房子 你可看到另一个检测的房子 可能是那检测的房子 或这些检测的房子 可以看到整个检测的房子 都在那里 这些就是没有弄过的Rainy Rochdale 上面放了海绵呢 就是用来保暖的 冬天那里多了些东西 就不会你的热气在屋顶浮走啦 你看看我看上去多惊 这个梯呢,就摘了的 平时一年都年中都不会有两三次上去的 所以那些狗丝垃圾呀 一代代都扔上上面就对的啦 这家屋呢,10万磅 都几个美的喔 装修得几好的喔 虽然它是身处天水围区的呀 这间房子啦 好大间的啦 大过香港很多啦 两房的半独立屋 小的半独立屋 这个BB房呢 小孩房就真的很小啦 放在大牌柜在那里 风景几美 看出去一片绿油油 好像成哥华寨 就这么多啦 出去就有只猫猫玩一下 这次呢,我们去到北边就是平民区 这个叫Berry 那这儿呢,都很大个商场 你看看,很黄的喔 刚刚来到而已 我们一路走一路再讲给大家听 但我想说呢,现在是夏天嘛 是真的很大风,还有很冷的 我现在穿着这件秋天衫呢 香港叫做,我都觉得是冷的 直到是觉得冷的 我想穿到一件衣服,没戴出来的 这间呢,又是派马 个个都在排队了 我都说这间是大家都最喜欢的 H&M又有啦 这里呢,有间Topshop Superdry 是,真的很多Superdry 有英国,周围都是 这里呢,有个马沙 好了,这个商场几美喔 好现代化喔 后面呢,在商场上面有个apartment 谁会想住在上面呢 今天就吵到瘋了 如果在这里搞个party呀 搞个活动上面就很吵啦 但今天很多人啦 今天是VDays来的喔 今天是星期二的1点钟 但都很多人逛街啦 可能大家都不用上班啦 可能 两分钟前呢,我们还是好天的 现在呢,又突然下大雨啦 哈哈 好了,刚才不是说下雨啦 现在,三分钟呢,又出太阳啦 那Barry商场呢,就去完啦 那我们呢,去看楼啦 那其实Barry呢,就在Manchester旁边 即是香港很多小市镇,很多名字 其实都在附近旁边的啦 那现在看呢,看什么呢 是看那些旧楼,看Terence House 那原来呢,他们说呢 这些楼呢,是以前那些棉花厂呢 就有个棉花厂啦 附近很多工人的嘛 那他们建了很多Terence House 给工人住的 那一直住到现在啦 那这条街就是其中一条街 那里呢,就有个牌呢 是写着1890年建的喔 1890年,即是1990年 是130年啦 建了 但是栋楼呢,都很健康的喔 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儿呢,又环境又好些 你感觉到,即是你来到呢 就感觉到,好像周围都垃垃啊 这路又烂啊 那这儿呢,花圆又OK靓 即是大家都有手机执行的 这个呢,是有人住着的 他呢,真是自住的 那他们是想换一间大一点的屋呢 所以才卖这间旧屋 去换一间新屋 那你见到呢,自己住呢 打理得整齐很多 虽然这间屋是83年啦 但里面看呢,是很新正的 看完楼下看楼上啦 这些呢,就是小的排屋的格局 那条楼梯呢,就在这间屋中间的 劏开前半后半,后半就是BB房 看着后面的花圆仔啦 他整个特别漂亮的 你见到旁边呢,是没那么漂亮的 厕所很standard啦 都算新装修的啦,试试正正 83年喔 这个装修肯定是13年都没有啦 我想五六七年的而已 装修得很漂亮啦 这个是前面的房啦 就是主人房啦 两间房的这个排屋 挺骨子喔,干干净净的 十万磅,OK啦 前面还有个小花圆 还有个科花仔 看完后院 这间是我看这么多间呢 他真是整齐得最整齐的啦 那个后院 有些户外的梳化呀,有些草地呀 你见到旁边那些呢 都是一大堆烂地的 他这里有铺了些草皮的 那些草在那里 感觉良好很多呀 再看下这些砖啦 这些砖呢 表面都黑了 因为呢,真是一百三十年的啦 即是不是吹水的啦 但是呢 你别见到黑脖脖的 还很圆整一块的喔,你见到 没有烂的喔,够够都,对不对? 是表面那里骚髒了而已 好啦,那这个呢 就是Berry Market 就是卖新鲜货的 Fish and Chips 新鲜鱼,新鲜肉 但是呢 现在全部都没关系 是没开门的 我们呢,上网找一些图给大家看一下 是非常热闹的 他们说这里呢 好像伦敦那个Broad Market那样 是很多东西玩的 但是呢,现在是没东西玩的 现在是疫情期间呢 我来到只是看楼咯 想去玩都没得玩 没有啦,好像玩Last of Us那样 全部呢,只剩下一个壳 什么都没有 都关系了 都关系了 好啦,我们呢 在没什么店铺开的商场呢 然后买这顶帽 这顶帽子挺帅的 你看,I am the boss 真的帅帽子 这顶帽子 我不可以笑 喂,什么事呀 哈哈哈哈 我不可以笑 嘿,You are sitting here put down the camera 嘿 好啦,那最后看完呢 这个是叫Berry的巴士站和地铁站 就是这里了 刚才呢,我们在这玩的商场呢 就是这里啦 叫Mute Gate Shopping Center 那呢 其实这个呢 都是一个 棉花厂来的 以前都是 所以这就叫Mute Gate 因为以前是Mute就是棉花厂 那呢 现在有商场啦 这边呢,就起了那边 这个是总站来的啦 好啦,曼城天水围就这么多啦 如果大家还有兴趣看呢 其实我还有些片呢 是曼城呀,伦敦那些什么金司长码头呀 如果你有兴趣看呢 看到这里的话都没关机呢 在下面给我留言 打个伦敦的L字或者M字 看你们想看哪里 我占多些出来给大家看啦 那记住要订阅我们的Patreon啦 支持下我们这里频道的发展 可以做下字幕呀 多些人帮手做事呀,share稿呀 另外第二样呢 就是like,share,订阅和sblog like,share,订阅,comment啦 在下面留言啦 就这么多啦,拜拜 拜拜